兄弟们 这一颗泰国的柚子竟然卖到了288块钱一个 之前咱们不是拍了一期水果刺客的视频吗 有很多人说这个刺客不是特别的刺 大部分人都能买得起 如果是这样那没事 今天这期视频水果刺客第二弹 如果这期的话呢各位觉得还不是很刺的话 OK那就当我没说 咱们就没有第三期好吧 今天我们准备的水果跟上次都不一样 上次都是一大箱一大箱的对吧 所以可能如果平均算单价的话呢 不是特别高 但是其实已经比普通水果要高很多了 然后今天这期呢同样跟上次一样 花了我520多块钱 就这5样兄弟们 当然呢也是希望各位能够帮忙点赞回个血 因为东西确实我买的时候我心都在低血 确实贵 首先是第一个这个叫做金灿芒 我买的时候呢只有这一个 这个已经你看都已经烂掉了对吧 它卖多少钱39块9兄弟们 基本上这个芒果已经能坏的都坏完了 一般情况就这种水果呢 在我们这边水果店呢可能都直接清仓处理 这个还卖40块 这个产地呢是海南三亚啊 我去皮还是这么硬啊 但是外面都已经烂完了 我就不知道这个水果啊 在他们那放了多久 反正我就感觉我是那个冤种 要不是拍这期视频啊 就坏成这个样子我都不会买 因为只有这一只了兄弟们 你看这里面里面长这个样子 芒果的话大家都知道是比较黄的对吧 但这个芒果它其实不是很黄啊 你看这样掰的时候都是比较硬的 我就简单尝一口啊 这个上面应该是没坏的 我感觉这个不像是在吃芒果啊 这像吃梨啊兄弟们 色到不会色啊 它其实是甜味 就是没有那么的甜 可能是我没有吃过这个品种啊 如果有三亚的朋友们可以出来解释一下啊 因为这个产地是三亚 好下一个兄弟们 这个是个梨啊 上次五个梨很大一颗啊 平均一颗是18块 来这里啊 这么小一个39块9 10块钱一个啊 这个是叫做比利时香槟皮梨 反正进口的我也没吃过 我也不知道这个东西好不好吃 普通的梨子呢 大家都知道长什么样子啊 我就不解释 反正这个东西 说它是芒果吧 它又不像 你说它是葫芦吧 它又不是啊 这是个梨啊 我去这个跟梨子不一样啊 其实这样看呢 可以看到有那种梨的那种颗粒感 但切的时候呢 不像是切梨 因为特别软的啊 你看这下刀 对吧 哇 兄弟们 这个东西再不吃 我估计也要坏了 但是不得不说啊 这个其实还可以 基本上可以说是入口即化啊 你看 有那么一点点像是吃那个释迦果的感觉 吃起来其实比较甜啊 没有什么明显的那种梨的颗粒感 但就是这一只梨卖10块钱 兄弟们 你们觉得它贵不贵 来下一个啊 这个是来自于智利的樱桃梨 我数了一下 总共11颗 价格呢 62块2毛5 不算这个小的呢 平均一颗就6块 如果算这个小的 平均一颗5块6 吃5块6啊 兄弟们不是5毛6 洗干净以后呢 就长这个样子啊 个人觉得有点像是那个西红柿啊 就是那个小番茄 比小番茄颜色深一点 就吃这一颗5块6 或者6块钱没了啊 这里面是这样的 兄弟们 我实话实说啊 我觉得跟李子的味道没有任何的区别 我可能以为他吃的可能会有那个樱桃味啊 但是没有 这一颗5块钱 我真的个人觉得 这不是打水漂 你知道吧 就是我就是小韭菜啊 就直接这样咔咔咔这样割你 哈哈哈哈 好下一个啊 这个是瑞雪的青苹果 他可以说是青苹果啊 但是长了一副梨的那种颜色 样子的话呢 其实可以看得出来 确实还是苹果啊 两颗 你们猜多少钱 39块8 就举个例子啊 我花了40块钱 我可以在门口的水果店买大约38到40颗左右的苹果 对吧 但是咱们只买了两颗啊 所以说这样一对比 明显吧 哦 这个切确实硬啊 苹果味是很重的 造型几乎差不多啊 就是颜色不一样 咱们就来尝尝这一小片啊 我估计这一小片可能就得要个三块钱吧 对吧 我去 我说实话啊 我没有藏出来任何的跟普通的那个苹果 有一丁点那种区别的感觉 那当然这东西毕竟我已经买到手了 对吧 我只能安慰一下自己 就是这东西 可能它的维生素含量应该会更高一些 这样想一想心里就超好吃 好 下一个兄弟们 这个是澳洲水蜜桃啊 单价是159块6毛钱 1000克啊 折合平均80块钱一斤 兄弟们 我花了53块9毛4啊 平均一颗啊 26块9毛7 这比那个苹果还贵啊 苹果一颗19块9 就拿远一点看 不告诉你可能还会以为是苹果对吧 但人家是桃啊 我感觉应该是吧 这26块钱这还不是水蜜桃啊 那不扯蛋一样吗 哇 这水蜜桃给我吃出了一股 就糯米饭的那种感觉 一咬会出水的那种啊 叫水蜜桃 结果你看一下 跟那个吃梨子一样啊 水分很少很少 基本上是没有 你看 而且口感很沙呀 这样好吃的话呢 我心里还能平衡一点 这玩意儿不是好不好吃的问题啊 就是我去外面水果店买一个水蜜桃 可能吃的比他多 甚至有些地方的水蜜桃啊 你拿过来直接捏两下 然后插一根吸管进去 就可以当饮料喝 你别说卖我26 你就哪怕卖我3块 我吃了一次 我都不会再买第二次 来兄弟们啊 咱们还有最后一个东西 我感觉这个才是我们今天的重磅 这个我得隆重的介绍一下啊 这个是柚子啊 兄弟们 上次我们也拍了一个对吧 那一个柚子大概是30多块钱左右啊 30到40块钱一颗 然后这个柚子兄弟们 就这一颗啊 288 你们没有听错啊 我去买的时候呢 我都惊呆了 你知道吧 我还是挑里面的 你知道吧 然后特意问了一下店员 288一斤 还是288一个啊 一个 288一个 我们上次吃的柚子呢 在这啊 这个是泰国金柚 切开之后呢 里面是红色的 对吧 这个是红宝柚 意思应该就是品种不一样啊 你看这个大小都知道 这个比较高啊 今天咱们就看看 到底是什么样的神仙味道啊 咱们先切一下这个泰国金柚啊 好 首先咱们先看看这个啊 这个就是上次我们拍的那个泰国金柚啊 其实颜色和皮呢 都是偏红的啊 吃的呢 确实比较甜啊 这个实话是说 一点酸味都没有 我们再来看看这个啊 这一刀下去 288没了 兄弟们 好 可以看到啊 这里面整体是偏粉红色的啊 皮的话呢 我得留着啊 就光这个皮 我估计可能都够个50块钱吧 叫做个什么柚子糖啊 或者把它晒干啊 做个什么柚子皮凉菜 我都高低低把它吃了 太贵了 兄弟们 来兄弟们啊 两个柚子来比一下 这个是泰国的金柚啊 这个是泰国的红柚 其实说实话288的这个看着确实是红啊 这个金柚的话就底下偏红 上面还是白色的金色的那种 然后这个红柚你看 真的就全是红色的 接下来咱们就浅浅的尝一下哈 先尝个这个金柚吧 这个水分就很足 已经很好吃了 一点酸味都没有 超级甜 然后咱们就是看这个啊 这个我估计咬一口 可能就得5块钱吧 实话实说兄弟们 它这个水分比金柚的要多一些 这个水分一入口呢 就是满嘴的那个口腔 全部都是那个柚子汁 但是呢吃起来比这个金柚要酸 我不知道为什么啊 入口啊 它有很明显的那个酸酸的那个味道 然后还有一点点的那个色口 所以说兄弟们价格差了10倍 反而还没有它好吃 这个确实出乎我的意料 但这种东西啊毕竟这么贵 你挑完拆开不好吃 再去买一个的话呢 其实这个成本就特别大了 好朋友呢 咱们本期视频呢就到此结束啊 这期视频呢 希望各位啊能够帮忙点赞支持一波 另外可以转发给更多人帮忙看一下啊 大心在此 感谢各位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